收拾家时,我无意间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张南科检查单,检查结果竟然显示老公得了无精症,我摸了摸微微隆起的小腹,心头大害,既然老公不能伤,那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是谁的。 老公陈磊去出差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实在无聊我就起身开始收拾家。 自从怀孕以后,陈磊真是深刻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把我宠到了骨子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所有家务都亲力亲为,怕我累着就让我辞职安心在家养胎。 他开玩笑说我现在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可千万不能磕着碰着,我本来觉得怀孕没必要这么娇气,可同时突然小产让我有点慌,一世就按陈磊的意见辞了职。 毕竟我这个孩子来得也不容易,现在终于过去了危险的前三个月,早运反应尽数消失,我的状态好了很多,至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要不陈磊也不会安心的去出差。 我一边收拾家里一边轻声哼着歌,心想能遇到给这样一个爱我疼我的人,真是三生有幸。 打扫到书房时,我看到书桌子上放着几样零碎的小物件,于是顺手打开了书桌上的抽屉,准备把它们都放进去。 可抽屉里塞了好多东西,我只好先整理抽屉。 东西全部拿开后,我在抽屉底层看到了几张纸,拿起来一看最上面竟是一张南科检查单。 更让我惊讶的是上面的检查结果,赫然写着陈磊得了无经症,我下意识摸了摸微微隆起的小腹,心头大害。 既然陈磊不能生,那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是谁的。 二,震惊过后我又细细去看那张检查单,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我并没有看错,可是不是这样的。 之前陈磊他不是这样和我说的,他分明告诉我,是我有多囊不容易怀孕,而他一切正常。 我又去翻剩下的纸,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检查结果,上面显示我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我刹时感觉五雷轰顶,陈磊他到底为什么骗我? 我强迫自己镇定,细细回想怀孕前后的事情。 在陈磊和我说我不亦怀孕后,他就和我商量,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试管婴儿。 他说他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个成功概率高,大人也不用太遭罪。 我那会也确实有点心急,便同意了他的提议。 试管确实要比想象中容易一点,只是前期错牌以及取卵确实很痛,但是还好结果还算理想,我们只做了一次试管就成功了。 我记得当初初出怀孕的时候,陈磊比我还要开心,抱着我不住地亲我的脸颊。 而且怀孕这几个月以来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也不像作戏。 我忍不住地想,如果孩子真的和他没有关系,他不会做到这个份上吧? 难道他的检查结果是错的?或者他后来治疗好了? 我再一次拿起了那个检查结果,可上面显示的日期离我们开始准备试管并不太远。 如果他确实有问题不可能那么快就治疗好,那难道是误诊? 可如果是误诊为什么没有再一次地检查结果? 而且就算他的结果是误诊,他又为什么要骗我说我有多囊? 我强压住心里纷乱的想法,逼自己镇定去捋清头绪,渐渐地一个念头逐渐生成。 他这么做,难道就是为了让我去做试管? 可这又是为了什么? 我正陷入沉思,突然响起的手机提示音吓了我一跳。 我拿起来一看,竟然是某个软件提醒我还款的短信。 我瞬间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借的钱? 我打开那个软件,看清上面的借款信息后只觉得有人给了我当头一报。 上面赫然写着我借了二十万,而我每个月每个月需要还近两万块。 就算我现在上班,我和我陈磊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才刚刚够。 这笔借款开始于半年前,可我竟然毫不知情。 我把软件里的信息看了个遍,终于知道陈磊是怎么操作的了。 他在每个月还款日前把需要还的钱转给我,然后把软件里有关借款、还款的消息以及他给我的转账记录全部删掉。 软件里本来就有各种消息,我又很少看这些,他便是利用了我这点,然后以我的名义借了这么大一笔钱。 如果不是他这个月忘记了还款,如果不是软件里的账单记录删除不了,我怕是永远也发现不了他做的这件事。 我的呼吸逐渐急促,忍不住的胡思乱想,他借这么多钱是要干什么?他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情? 我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按捺住了给他打电话的冲动。 我想他既然瞒着我这些事,那必然是不会和我说实话的。 我不能着急不能冲动,我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下午说要出差一周的陈磊提前回了家,刚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看向了我。 我故意摆出一副惊喜的样子走到了他的面前,像是什么都没发现一样语气开心地问道,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他不着很记得又看了我两眼,大概是看我确实一切如常。 这才如是重负地叹了口气,他轻轻拥住我,面带笑意地解释,这不是放不下你,所以手头的工作一完成就赶忙回来了。 如果不是今天看到了那张检查单,如果不是今天收到了那条短信,我真会被他这句话感动得无以复加。 可现在,我的心情万分复杂。 吃完晚饭后我们照例去小区散步,他终于还是没忍住开口问道, 安安,你最近可要注意,我听好多同事说他们都收到了诈骗短信,说钱银行钱之类的,你有收到过吗? 我假意思索了几秒,然后摇摇头告诉他没有,尽管路灯的光线并不是那么明亮,但我依然在昏黄的光线里看到他的脸从紧张变得放松,那是一种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的如是重负。 晚上我故意早早地躺在床上假意睡着了,果不其然陈磊拿着我的手机去了卫生间,我的心一点一点变凉,这是果然是他做的。 那一晚我基本没睡着,陈磊也是,我听到他一直在身边辗转反侧,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陈磊一出门,我就拿起手机打开了那个软件,果不其然,这一期的账单全部还清了,不止如此,剩下的欠款竟然也都还完了。 我心里的一团更甚,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去还账,正想着就接到了陈磊嫂子的电话。 电话那头嫂子雨带关怀地和我说道,安安,你今天产检,可别忘了,我一会就去你家接你。 在经历昨天的事情前,我只觉得嫂子是个热心肠的人,可如今心里却有点怀疑,嫂子对我肚子里这个孩子的关心程度和我这个当妈的比起来竟然不相上下。 我对他哥嫂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哥嫂经济条件特别好,名下还有一家私立医院,我们之前所有的检查包括试管都是在他哥嫂的私人医院做的。 我现在合理怀疑,那张检查结果有他哥嫂的手笔,不然以陈磊的能耐大概率是弄不到假的检查结果的。 可他们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太多的谜团萦绕在我脑子里,我只能慢慢地一个一个去解开。 我收拾好东西走下楼时,嫂子竟然已经到了,看我出来他态度亲密地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笑着问我最近感觉如何。 现在好多了,不图也能吃下东西了,还有力气收拾家了。 嫂子文言面上露出一丝紧张,她一边扶我进了车一边念叨,脏活累活让陈磊做,你好好养他就成,不知道为什么。 嫂子说这话时我总觉得她语气里还带着些韵怒,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看气氛逐渐热落,我随口问道,嫂子,我看你也挺喜欢孩子,怎么不自己生一个,这不是由你。 正好是红绿灯变灯的时候,嫂子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这里,所以她随口的一句话更有可能代表了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可她这随口的一句话信息量太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嫂子大概也意识到了话里的不妥,立马补充道,以后你孩子就是我孩子。 没差,意思相同的话陈磊曾经也和我说过,可是这世上真的有两兄弟关系好到孩子都可以共享吗? 运渐快结束的时候嫂子临时有时需要先行离开,走之前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自己千万小心,我笑着点头表示知道,等嫂子的身影消失后我收起了笑意,我越来越觉得嫂子对这个孩子的关心程度超乎寻常,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就得疑惑还没解开心的又来了,忽然肚子有点不舒服,于是我去了卫生间,正打算起身离开时,我听到门外响起了说话声,李总对她弟妹真好啊,每次产检都陪着,好贴心呀,且,能不贴心吗? 毕竟她弟妹肚子里的孩子是她自己的,啊,什么情况,我和你说,我也是无意间听到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第二个说话的小护士顿了顿继续说道,李总怕身材走样,也担心生孩子有风险,一直不愿意怀孕,因为这时她没少和她老公吵架。 后来理解老公的弟弟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回事,就主动找到李总他们说可以让自己媳妇带李总怀孕。 小护士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了个大概,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没想到真相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堪。 所有的不合理和疑问在这个假设下都得到了解释,我猜大概是陈磊因为缺钱所以找她哥嫂出了这么个主意。 条件自然是适成以后她哥嫂给她一笔钱,这也就解释了她为什么以我的名字贱那么一大笔钱又很快就还清了的行为。 可能是因为我太向稳了,所以她哥嫂就先付了个定金。 我忍不住想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女人的子宫也可以作为一件商品进行买卖,真是可恶又可恨。 可我心里还抱有天真的幻想,也许,也许是那个小护士听错了呢? 我总得听陈磊亲口告诉我,但结果让我失望了。 当我拿着那张检查单颤抖着声音去问陈磊孩子到底是谁的时,她的脸上竟然露出了如是重负的表情。 你都知道了啊,陈磊的态度让我沙石怒火中烧,我稳定了好几次气息才勉强说出了完整的话。 所以孩子真是大哥大嫂的,陈磊点了点头并没有否认。 我忍不住问她到底是为什么,谁料她竟满不在乎地说道,因为我缺钱,因为你着急想要个孩子而我不能生。 你欺什么,这不仗好,两全其美。 陈磊的话让我一时都不知该做何反应。 我从来不知道她的三观竟然能歪成这个样子。 我像是瞬间被抽干了力气一般,连话都懒得说了。 沉默了好一会以后我才继续开口,离婚吧,孩子我会留掉。 像是要的我会这么说。 陈磊文言丝毫不慌,她拿出手机打开了一张照片,上面的我不着寸侣。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拍的。 我下意识地想夺过手机。 陈磊竟直接递给了我。 她语气恶劣地说道,没事,你生了我还有辈分,这样的东西我有很多。 你说这东西散播出去以后你奶奶知道会怎么样。 她身体可是刚有起色,看我脸色越来越差。 她满意地笑了笑,接着说道,乖,再坚持半年,等孩子生了钱都到手了。 你想怎样我都同意,丢下这话陈磊哼着歌扬长而去。 留我一个人待在原地心如死灰,剩下的天气我却觉得周身发冷。 这个局它到底布置了多久,又过去很久,我终于回过神来。 我的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既然你不肯好聚好散,那就与死网破吧。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自觉地就想起了我和陈磊的初始。 我和陈磊高中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我父母离异,又都重组了新家庭。 没人愿意要我,我只好跟着奶奶生活。 因为这件事我的成绩下降的厉害,人也变得阴郁。 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陈磊是转学到我们班的,正好成为了我同桌。 他人很开朗,成绩又好。 很快和班里的同学打成了一片。 他人很热心,看我不合群,就总主动找我说话。 虽然我态度总是不冷不热,但依然挡不住他的热情。 后来这情况惹恼了他的某个追求者。 也是在某次课间,那女生找了好几个和他关系好的同学把我堵在了女厕所。 接下来的场景无非就是一堆人对我推推嗓嗓,口不择言。 而陈磊及时出现,后退了那些女生,保护我没有受到伤害。 这事以后我俩的关系亲近了不少,但让我俩关系更进一步的契机是他转学来的第一次家长会。 我这种情况肯定是奶奶来参加的。 让我意外的是陈磊竟然也是看到我略显惊讶的表情,他笑着冲我眨眨眼,直到家长会结束他才告诉我,原来他父母也离异了。 和我不同的是,他跟了他爸爸,只是他爸爸也重组了家庭,关注的重点也不在他这儿。 这也是为什么家长会是他奶奶来开的原因。 说这话时,他眼里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他就扬起了笑容。 他和我说,别人爱不爱我不重要,我得先学会爱自己,和庆安。 这句话,比均共勉,有人说过最能打动一个青春期少女的事情莫过于感同身受。 从这以后我把他话为了自己人,所以高考结束他和我告白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 在以后就是四年漫长的异地恋。 有过争吵有过矛盾,唯独没有过分手,我们都很珍惜这份感情。 所以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结了婚。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 虽然有过那么一段黑暗的时光,但他的出现驱散了阴霾。 只是不曾想,在美好的曾经也有支离破碎的一天,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是用我的软肋拿捏我的那一个。 他是最知道奶奶对我多重要的那一个。 我着急怀孕是为了奶奶。 奶奶近两年身体越发差劲。 大概半年前因为突发脑溢血还进了一次哀俗。 虽然最后抢救了回来,但奶奶的身体更差劲了。 他这个年纪的人,总觉得结婚生子才算圆满,所以出院以后总是和我念叨,希望我能生个孩子,让他也能看看曾孙。 奶奶辛苦了一辈子,就这么一个要求我实在无法拒绝。 况且我也想要个孩子了,于是我就和陈脸商量,把备孕提上了日程,这也又有了后面这一系列事。 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利用我的心急,骗我去做使馆。 又连同他哥嫂搞这么一出介夫生子,真是可恨。 可我不信,不信他和他哥嫂的联盟会那么坚不可摧。 我要找到他们做一切的证据,把他们这种罪恶行尽公之于众。 第二天一早,陈蕾没事人一样回了家,刚一进门他就搭着嗓门和我说道, 老婆,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豆沙包。 快来尝一尝。 我强忍着心理上的不是坐到了饭桌旁,话还没说眼泪先流了下来。 我要循序渐进,要表演好一个因为深爱而不得不原谅他的妻子形象。 果然我的这副模样对于陈蕾很是奏效。 他长叹一口气轻轻搂住了我,就好像之前我们每一次争吵过后一样。 他在我耳边轻声疑难,安安,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不该瞒着你,但是你要信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很想回他。 你现在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信,可我不能,我只能忍着胃里的恶心假意点了点头。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那天的事情好像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什么。 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机会。 陈蕾对我并不信任,我假装无意地问过他几次关于怀孕的事情,次次他都顾左右而言他。 我怕问多了引他怀疑,只能作罢。 又过去了半个月,我甚至都感觉到了肚子里孩子的态动,这种感觉让我恶心和害怕。 是啊,孩子都四个多月了,我必须要再想办法主动出击。 我心烦意乱地翻看着手机,忽然看到了手机上显示的日期,很好,今天正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于是我做了一大桌子菜,还准备了一瓶酒,只等着陈蕾下班好实施我的计划。 陈蕾进门的时候明显一正,我假装生气地问他是不是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拿出手机一看瞬间就记了起来,因为心里有愧。 饭桌上他一直对我刻意讨好,忙着说各种好听的话哄我开心。 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给他的酒里多了点东西,能让他很快睡着雷打不动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不是没有想过查他的手机,可也许是他心里有鬼。 曾经睡觉很沉的人如今我稍一翻身就会醒来。 没有办法我的这个计划只好暂且搁置。 不过还好,我想今天我的想法应该可以顺利进行吧。 陈蕾很快就睡了过去,听到他的呼吸声逐渐平稳,甚至开始打起了呼噜石。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可是睡熟了。 于是我握着他的手指解锁了他的手机,然后拿着他的手机走到了客厅。 点开他的相册使我有点紧张又有点害怕,不知道自己还会看到些什么东西。 可结果很意外,他让我看到我的那些照片全都不见了。 我又打开了他的各种通讯软件,结果让我大失所望。 所有的记录都很干净,看起来毫无破绽。 可我不信,事情既然做了就一定会有蛛丝马迹。 我想了又想,突然想到,会不会他的手机有双系统。 我记得之前我上网无意间刷到,还觉得很神奇来着。 于是又一次点开了他的手机,找到设置界面后果然发现可以切换系统。 可这个系统里东西更少,看起来也没有异常。 我忍不住有些丧气,忽然一条微信消息传了过来。 知道了,我点开一看,发现就在今天陈磊还和那个人聊了天。 而聊天内容只有一行字。 新商品已送达,而和陈磊聊天的人,是他大哥。 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却让我瞬间如坠冰枯,我忍不住胡思乱想。 他们嘴里的商品会不会是像我一样知情或者不知情的女孩子? 眼看陈磊这里找不到有用的线索,我只能铁而走险。 我决定去陈磊哥嫂的医院住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天一早,我神色慌张地告诉陈磊,刚才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自己内裤上有一点血迹。 我带着哭腔问他,老公,是不是宝宝出问题了啊? 陈磊比我还急,一边打电话一边扶着我就往门口走,嘴里还不住地安慰我没事没事,孩子肯定没问题。 我当然知道孩子没问题,因为我本来就在骗他。 检查结果自然是胎儿发育一切正常,但我还是如愿住进了他哥嫂的医院,以养胎的名义。 我说今天的事情让我后怕,担心住在家里万一有个意外会来不及。 对于我的说辞陈磊和他哥嫂并没有怀疑,可能这样的结果也是他们想要的。 我怀着他们的孩子,住在他们的医院,也方便他们更好地掌握孩子或者说掌握我的情况。 我在他们给我安排的单肩姥姥实实待了两天,之后就开始打着适量走路有利于生产的名头开始在医院闲逛。 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明面上我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并没有任何不妥。 我也再没有听到多嘴的小护士们互聊八卦。 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医院公园里的长椅上发呆,忽然视线里出现的一个孕妇吸引了我的目光。 在医院里见到孕妇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孕妇看起来年纪好小,人也好小,纤细的四肢看起来简直要撑不起她的大肚子了。 我赶忙起身扶那个孕妇坐到椅子上,看她撑着腰很难受的模样便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家人不在吗?这么大肚子了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溜达呢? 那个孕妇文言冲我笑了笑,轻声说道,没事的姐姐,我一个人可以,人家都这么说了我自然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也冲她笑笑然后坐到了她的身边。 女孩不爱说话,总是抬头看着天空,我有心事,也不想说话。 于是我俩就这样坐了一下午,离开前她笑着和我告别, 姐姐,谢谢你今天陪我,我很开心。 那天以后我又遇到过那女孩几次,都是在医院的公园,每次我们都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坐在一起一块发呆。 最后一次见她,她和我说了好多话,她说, 姐姐,我明天就要生孩子了,后妇产,我有点害怕,和我同病房的那个姐姐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去世的,我会不会也这样? 姐姐,我后悔了,我不该怀孕的,话没说完,她的脸色突然变了,她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姐姐,我好像要生了,那天听完她的话我就心急火燎地赶回去叫医生,可当我带着医生来到公园的长椅时却没看到她的人,而长椅旁的空地上却多了一行数只写的字。 姐姐,我先走了,她离开后我总觉得心神不宁,我俩交流不多,联系方式都没有留过,于是我就去护士站打听,想看看有没有她的信息。 可护士站的护士们听完的描述却纷纷表示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感觉有点奇怪,这家医院病人并不太多,我所住的这层是专门的妇产科。 按理说她这样一个有明显特征的孕妇,不可能没人见过的,可事实就是,我问过的每一个人都说没见过她,不止如此,我也后知后觉地忽然发现,我好像从来没在这层见过她。 我想也许是她生了孩子出了院,可很快这个假设就被自己否决,短短几天的接触。 我觉得那个女孩不是会不告而别的人,那天一定还发生了什么,那她去哪里了呢? 我想了又想,这个医院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除了那里,那栋旧楼,陈伟哥嫂之前说过,那栋楼重新装修成本太高,索性就放在那里当医疗废品的暂时回收处。 之前我未曾怀疑,如今想来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栋楼专门存放医疗废品,未免过于浪费了。 于是我趁着中午只有零星的几个值班医生和护士的间歇,偷偷溜进了那栋楼。 却是如陈磊哥嫂所说,那栋楼很旧,一楼看起来也确实是存放医疗废品的地方。 我走到楼梯口刚打算上楼看看,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我心头煞时警铃大作,这是被发现了,正想着该怎么办。 身侧突然伸出一只手拉住了我,与此同时另一只手迅速捂住了我差点发出尖叫的嘴。 一个女人的声音自身后轻声响起,安静,别说话。 那个女人拉着我后退了几步,把我推进了一侧的小门,接着自己也藏了进来。 我听到脚步声渐行渐远,高悬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等脚步声彻底远离。 我才有时间去看那个女人的模样,这一看才发现她竟然穿着医院清洁工人的衣服。 那个女人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怀疑,她开口问道,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我直觉她不是坏人,毕竟她刚刚救了我,于是我告诉她,我来是想找个人。 听完我的描述,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过了好久才说道,你要找的那个女孩,死掉了。 我震惊地看着她一时忘了说话,怎么会?明明前几天她还在和我说话,那个女人叹了口气缓缓说道, 女人生孩子嘛,本来就是鬼门关走一遭的事。 那小丫头瘦小,可肚子里的孩子大啊,剩了半天顺不下来,等打算剖的时候已经吃了。 大人孩子都没保住,她不是已经打算剖了吗? 为什么没有剖? 我着急地抓住了那个女人的胳膊,说话的语调都拔高了不少,那个女人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小声,接着又继续说道,主家不愿意北,本来算好了日子结果时间提前了。 主家觉得这个时间不好就想着让她撑一撑,撑到明天,没想到,女人的话没有再说下去,但后面的结果不说我也知道了。 我声音颤抖地说道,她的主家是在草菅人命,那女人又叹了一口气摇头说道,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女人生孩子本就风险极大,可偏偏用人愿意用自己的肚子去换富贵,可是她,她不是这样的人了。 那又如何?她被她的父母卖了,她摆脱不了她的家庭,所有的参想得到了验证。 陈脸和她哥嫂真的在这个看似破旧的大楼里干着代孕的买卖,我不知道有多少受害者,不知道他们的规模有多大,我只知道我现在立刻马上要报警,大概看出了我的意图。 那女人自嘲一笑,轻声问我,你想把这事情捅出去啊?你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吗?你不把他们一次性搞垮,他们会反过来把你吃掉。 而且你知道吗?这里面,这里面的女人全是自愿的,全是为了钱。 女人说到这里情绪突然激动,给我一种她对那些人怒气不争的感觉,我直觉她心里还有善念,也是深吸了几口气缓缓说道,就算里面那些女人都是自愿的,可谁能保证将来的某一天那些人不会把不自愿的女人拉进来。 女人的子宫一旦成为一种交易手段,谁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这个事情如果没人管。 那像那个女孩一般被父母卖掉女孩子的又会有多少?我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肚子。 是啊,如果不打击他们的这种犯罪行为,那像我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去代孕的人又会有多少? 这事情我一定会报警的,不管结果如何,但求无愧于心,警察来得很快,只是结果仍旧不尽如意。 我小瞧了陈磊哥嫂所做的防护措施。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所有的孕妇一口咬定自己怀的是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过待别人怀孕一说。 更可怕的是,现场所有的就诊记录,病例之类的一切正常,看不出丝毫不妥。 我突然想起那个女人说的话,你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吗? 可我不在乎,水深不深的,只有自己躺过了才知道。 于是我主动告诉警察,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被我老公和他哥嫂设计怀上的。 肚子里的孩子是他哥嫂的,听了我的话,陈磊哥嫂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慌张。 警察开始着手调查关于我的病例,终于在记录里发现了一场可面对证据陈磊哥嫂依然嘴硬,只说这算是一场医疗事故。 也是,这种程度的医疗事故所受的责罚对比他们所干的那些龌龊事,可真是不值一提。 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所有人都知道陈磊哥嫂不干净,可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定罪。 就在这时警局忽然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厚厚的医疗记录和一个U盘。 里面的内容净全是陈磊哥嫂这几年给人牵牵搭桥做的各种代孕的详细记录和一些谈话录像。 这下证据确凿,陈磊哥嫂的犯罪是石板上钉钉了。 包裹上还有一句话,但求无愧于心,我也是过去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个清洁工大姐不止陈磊哥嫂的行为很久了,一直借着打扫卫生的便利偷偷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 只是之前总害怕搞不垮他们反倒把自己拖下水所以才一直按兵不动。 那天知道我报警以后他就收拾整理好这些证据,在离开前把证据交给了警方。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大姐,不过我想她一定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生活得很好。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陈磊跑了。 陈磊哥嫂入狱以后我去看了他们,主要是想告诉他们孩子已经打掉了,而且是个很健康的男孩。 我看着陈磊哥嫂隔着玻璃气急败坏的模样只觉得心情无比肠快。 可我知道,陈磊不会放过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有算清楚。 所以当我在地下停车场刚打算打开车门,就被一把尖刀抵住后腰的时候并没有太意外。 陈磊他终于出现了,他音测测的声音自身后响起,安安,好久不见,乖,别乱动别大叫。 我按他的指示坐到了车后座后,他拿出随身带的绳子绑住了我的手,又拿出胶带封住了我的嘴。 我一直很乖巧地任他摆布,这个行为很大程度上取悦了他。 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笑着和我说道,安安,我带你去个地方,车一路开得飞快,最后停到了一块荒芜人烟的空地,周遭的路灯昏黄。 我看不清陈磊的表情,过了好久他的声音悠悠地响起,安安,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八,十五陈磊视角,曾经我以为我可以和安安一直简单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如果不是我无意间发现,曾经以为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哥竟然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哥哥的话。 爸妈离婚以后我跟了爸爸,爸爸对后妈带来的那个儿子偏爱的厉害。 最初我以为爸爸只是为了家庭更加和睦才这样做,所以即使心里难过,我仍旧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毕竟即使父母感情破裂,但他们一直对我很好。 安安曾经说过,我是在爱里长大的小孩,所以才能像太阳一样不遗余力地去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 曾经我也以为是这样的,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所谓的幸福只是一场笑话。 后妈是我爸的初恋,当时两个人被双方父母拆散的时候后妈已经怀了孕,可我爸不知情,和后妈分手后我爸按家里的意愿娶了我妈。 这么多年相亲如宾倒也过得下去,可后来我爸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后妈的消息,当机立断地就要和我妈离婚。 他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妈,说结婚生子只是为了完成父辈的心愿,我妈要强了一辈子。 没想到最后却栽在了爱情上,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一个人却只把当作工具。 我妈表面云淡风轻洒脱放手,可心里却早就千疮百孔了。 他们离婚没几年我妈就去世了,我也是在收拾我妈遗物的时候才在我妈的日记本里知道了这个故事。 我又恨又气,凭什么他们的美好爱情要我和我妈陪葬? 于是我开始和他们闹,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我爸气得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可笑,我会怕这个不成,我自己也能出人头地。 可很快我就发现是我天真了。 残酷的社会给我上了一课,我的创业失败了。 赔得一塌糊涂,我欠了好多好多债,万不得已我甚至偷偷以安安的名义借了钱。 我不想的,可那些放高利贷的说会打断我的腿,还说我要还不上钱就把安安,把安安送去那种地方。 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向爸爸低头,可爸爸现在已经不管事了。 我只能去找大哥。 听完我的请求,大哥盯着看了我许久,我知道他在考虑,他不喜欢我,但又很享受我求他的这种感觉。 我想他会答应的,毕竟这种能压我一头的机会他不会放过。 果然他不屑的声音很快自身侧想起,我听到他说,想要钱,想要跟我干,可以,但你得向我证明你和我是一条心。 其实大哥干的事情我知道一点,我知道这个是违法的,可人在性命难倒的情况下又哪哪里顾得了这些? 正好这个时候安安说想要个孩子,我心下意义,也是一边答应了安安一边主动和大哥提议,让安安替他和大嫂生个小孩。 对于我的投名状大哥笑纳了,我终于解决了债务问题,可很快安安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太害怕每天被催债,被威胁了,于是我威胁了安安,用他最矮的人。 安安眼里的失望和震惊我不是没看到,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自我安慰,鼻声这么长,让我以后慢慢弥补。 安安好像原谅了我,他变得和原来一样了。 如果不是最后他把大哥大嫂送进了监狱,我都要忘了,他其实一直是个外软内缸的人。 原来他从来没有原谅我,原来他表面的温顺只是为了给我最后这狠狠的一击。 也对,这才是我爱的那个安安。 听完我的故事,安安眼里沉浸如水,一丝波动都没有。 他微微一笑,比起嘲讽地说道,这话你留着去和警察说吧。 犯罪就是犯罪,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掩盖不了你犯罪的事实。 我终于明白,安安他彻底不爱我了。 16.陈磊来找我的时候我并不慌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手机里装了定位软件。 一旦我的活动轨迹发生偏转,警察就会及时发现然后过来找我。 毕竟陈磊还没抓到,作为一个和他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自然是警察的重点保护对象。 被抓走时,陈磊眼里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他就笑了,他嘴角微扬,笑着和我说,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 我心里一阵误寒,转身不再看他,等周遭安静下来我才发现,这块空地竟然是我们高中的救治。 记忆中的陈磊和现在的陈磊慢慢重叠,最后变成了被警察带走的那个身影。 我轻轻吐了口气,终于感觉如是重负,所有的一切已经结束,过去的终于彻底成为过去。 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自己的人生了。